著名的雙子星大樓 所以小草 妳有沒有什麼推薦給 如果第一次想要去 馬來西亞旅行的朋友 一些建議呢 我個人非常非常推薦沙發 因為我六月初的時候 剛從那裡回來 就是邊工作邊玩 然後吃了超級多東西 超級多東西 我吃了那個拉薩 然後還有砂鍋雞飯 真的好吃到很累 所以妳最愛的是什麼 我其實這次有被那個砂鍋雞飯嚇到 但我最愛的還是拉薩 然後我真的覺得沙發是一個 一家大橋都很適合去玩的地方 然後我還去那個 卡達山不順族的文化村 然後他們剛好在慶祝一個節日 然後就是去看他們的傳統文化 然後去玩他們的遊戲 真的是獲益不見 真的耶 而且我聽說 我們哈旅行的老闆呢 其實是沙發的當地人 也就是說哈旅行的娘家呢 其實就是沙發 所以我個人會特別特別推薦大家 一定要去沙發玩 對 尤其是我們是因為當地人 所以知道更多哈旅行 然後在沙發的秘密行程對不對 好 那麼很棒的就是這一次呢 我們跟我們哈旅行配合 有沒有什麼獨特特別的地方 想要分享給大家 可以做啊 我這一次非常非常開心 可以跟哈旅行一起合作 然後我覺得哈旅行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客製化服務 我覺得對現代人來說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 因為現在呢旅行 我們也不喜歡綁手綁腳了 我就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所以我們哈旅行也做到了這一點 然後分享給大家 好 那麼聽到你這樣講 我真的很想要去沙發玩看看 所以你有什麼打算 就是在未來還會再過去嗎 會喔 然後我覺得 因為真的是他們當地的人都很熱情 然後其實因為也是工作關係 所以沒有杜留很久 然後這一次很開心 因為哈旅行的關係 所以計畫呢 9月多的時候會再回去一次 然後也會拍Vlog 然後Vlog 然後放在YouTube上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想要追隨我們小草的朋友 搞不好9月會看到我們小草 跟哈旅行一起在沙發出現對不對 好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剛剛也在前面看了 我們的30秒的形象短片 我們拍短片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心得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就是影片裡面大家也看到今天呢 是一個特別的魔術師的造型 對 今天也是魔術女郎耶 超可愛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這樣的專批 然後在影片裡面就有拿那個魔術帽 然後變出很多驚喜 我覺得其實就跟哈旅行一樣 時時刻刻都給大家很多的驚喜 對 而且裡面還有開我們的冰室 對 然後其實那天拍的蠻累的 就是大家拍到凌晨半夜上都兩點多 然後那些工作人們都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最開心就是真的是 現在只是短暫了 然後就是以上像在那個冰室裡面 但是就很想把它開回家 沒錯 好真的很棒耶 因為它裡面是那個 來自各國各地的那個零食 對 然後我以為我能夠 好好的克制一下自己 沒想到竟然輸了 有沒有什麼最愛的零食 到時候粉厚路 對 當然要自己去買 自己去買 對 而且裡面還有更多驚喜 對 同時呢 剛剛我們的Ryan有提到 我們明天還會抽我們的大獎 所以要今天買明天才能夠抽獎喔 對啊 好 那麼現在呢 因為我們的小草呢 擔任我們的哈旅行的品牌 行商大使 在這裡有什麼話想要呼籲 跟大家講一下的呢 這個活動已經開跑了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趕緊去買這個 把這個粉紅色箱子 不帶帶回家 我覺得對啊 就是可以大包口服 真的是物場所得 而且還有機會贏那個冰室 我也超想要的 對 而且是有吃又有拿對不對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呢 會抽出80個名額 而且最大獎是冰室 而且每天呢 還會抽出六樣女孩的夢冠的 日常用品的家電給大家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小草